父母对子女的爱眠也流长 子女却常忘了父母恩 台上戏剧演得入心 台下会众眼眶泛泪 台南上会联络出的玉佛典礼 开始前前感受父母恩 张品一难忘多年前那一刻 我参加了慈祭的一个营队 然后那个营队就请 就请我们打电话给爸爸妈妈 说我爱你 然后我觉得在那一次的营队 就是非常的设心 张品一成为慈祭志工 追随父母做慈祭 今年弟弟张成威加入现功行列 慈祭周年庆也回京社做寿陶 这次回去上人有跟我交代 他说叫我年轻 多要一些年轻人来加入 他说可以 算是传承吧 场内设心场外一样温馨 有音乐演奏还有环保宣导 慧众遇佛外还可以欢度母亲节 在外面的话我们有凤茶 有亲子班 那可以带动亲子的一个互动 还有呢让社会大众了解我们这边的社会 用不同的方式和角度 让慧众更了解慈祭 期盼每个人走进来之后 领受佛恩 亲恩 众生恩 还能一起用行动创造祥和社会 大家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台南报导 进来 进来 进来